你到餐廳裡頭用餐 其實部分的餐廳會著收一成的服務費 但是要來看到這次網友就說啦 他當時是去個人燒肉店來用餐 從點餐到烤肉呢 通通都是自己來 所以他認為還要收納一成服務費 不太合理 不少爭議 舊網友PO文表示 到個人燒肉店用餐 從QR 扣點餐到烤肉都沒人服務 但居然還要收一成服務費 覺得傻眼 當時店家強調是清潔費 而非服務費 雖然不只得自己烤肉 飲料機的飲料也全都要自取 但店員還是會來適時更換烤網 並非真的完全沒服務 如果他的服務真的有到位的話 就是可以 所說的服務如果他們服務得很好 然後其實我對我來說沒差 選一間沒有服務費的地方去吃 選一間便宜的吧 反正只是填飽肚子而已 服務費到底該不該收 見仁見智 看看其他連鎖 個人燒肉品牌 燒肉Smile和燒肉恰恰 都會著收10%的服務費 只有燒肉Like 是少數沒有收取服務費的 個人燒肉 我們覺得點餐也是客人做 然後烤肉也是自己 客人自己烤 所以我們是覺得跟客人收費 是不合理的 從到裡面的一個代位 然後到送餐 然後包含到整理顧客的空盤 整理桌面 一直到送顧客的禮場 這邊都是屬於整個一個服務的一環 不同品牌不同經營理念 越來越多餐廳採取電子化服務 從點餐出餐送餐到結帳 這一條龍的過程 到底算不算服務 就看消費者怎麼解讀 記者綜合報導